哈喽小朋友们好,我是Amy老师哈 然后呢,今天呢,又到我们的导读时间了 所以呢,小朋友啊,想请你帮我准备好你们这本华文诱我导读吧 然后呢,后面有小金小结,后面还有一个很大个很大个的窗帘的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大蛋糕的 在你们开始准备这本导读的时候呢,我也把我的笔情出来哈 等下你就看得到我在给你们上什么故事内容了 所以呢,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所以小朋友请帮我打开你们的第19页跟第20页哈 导读时,骄傲的小结 为什么讲小结很骄傲哦,而且这里为什么这样多人来的哦 我们一起等下去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哈 所以呢,一开始呢,我们一起来看哈 小结是村子最聪明的小孩 大家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来找小结帮忙 小林要学唱歌,小陈要学画画,小金要学做饭 都来请教小结,小结总是有求必应,耐心的教导大家 ok,所以呢,在这个村子里面啊,村子呢,就是讲说 ok,很多人住的一个kampong哈,一个乡村里面呢 ok,这个小结呢,他是怎样?他是最聪明的哈 ok,你看他是最聪明的小孩子 ok,就是代表他很厉害啊,ok,什么东西都会哈 然后呢,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呢,都会怎样?都会来 问题呢,就是不会的东西呢 他会怎样?他们会来找这个小结来帮忙的哈 所以呢,这个小林呢,他想要学唱歌 小陈呢,想要学画画 小金呢,他想要学做饭 所以呢,他们都会怎样?一起来请教这个小结 然后呢,这个小结呢,他也很好哈 ok,他总是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就是别人有有有需要 有请求,有需要你帮助我呢 你都会马上去帮助我哈 所以呢,有求必应,就是人家有什么需求呢 你都会马上去回应人家哈 所以呢,他也会耐心的教导大家 教导呢,就是教 ok,他会去教大家怎样去 怎样去学好唱歌,画画,还有做饭哈 我们接下来去看 所以呢,过了一些日子 大家都没有来找小结 原来,大家都忙着学唱歌,画画和做饭 只有小结每天坐在家里 什么事也不做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会了 就不想再学习了 ok,所以呢,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没有来找小结 没有人来找小结帮忙 ok,没有人问小结这个要想办 那个要想办了 ok,原来呢,大家都在忙着学唱歌 ok,唱歌,然后还有学画画 ok,然后呢,小陈学画画对不对 然后呢,还有这个小金呢,学做饭对吗 ok,可是呢,只有这个小结呢 他每天怎样 他每天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他觉得我都这样厉害了 他们每个人都来问我 我这些东西怎样做 我都会了咯 我才不要学咧 所以呢,他也不要学习了 他就每天在家里吃饱睡 睡饱喝 ok,然后有时间去看剂 有时间去睡觉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去学 然后呢,结果呢 这个小,然后呢,结果呢 这个小林呢,他当了歌手 小陈呢,当了画家 小金也当了厨师 可是现在,只有懒惰的这个小结呢 还是跟以前一样啊 坐在家里一事无成 宋明的小结就因为太过骄傲了 所以呢,害了他自己 学无止境 只有不断努力成功 努力的人才会成功 ok,到最后呢 这个小林呢,他做上歌手 歌手呢,就是专门唱歌给别人听 唱歌很好听的人 ok,所以呢,他才会做到歌手 歌手,然后呢 这个小陈呢 给他当了一个画家 画家呢,也是很厉害画画的人来的 给画家画的东西都很漂亮的 ok,然后呢 这个小金呢,到最后也当了厨师 因为小金之前是学做饭,对吗 所以呢,他也当了这个厨师 厨师呢,就是煮饭给别人吃的人来的 ok,现在呢 只有这个懒惰 懒惰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 只想要休息的那个小杰呢 他跟以前一样 每天坐在家里 什么事情都做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 一事无成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成功 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成功的 那个一事无成 然后呢 这个聪明的小杰呢 就是因为太骄傲了 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所以呢 他就不想要学习了 ok,所以呢 他就害了他自己 结果呢 现在呢,别人都变成很厉害的人了 ok,有的歌手 有的画家有的厨师 可是呢 他自己呢 还是他自己啊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的意思呢 就是学 学东西呢 是没有尽头的 学习呢 是没有尽头的 你只可以一直努力 一直努力的去学习 ok,你才可以比别人更厉害 ok,不是你 不是想说你今天呢 ok,你上完这个课啊 你觉得你会啊 你就是很厉害的人了 其实呢 还有更多更多 还有很多更多的那种学习的东西呢 你还没有接触到的 他 所以呢,小朋友你要一直去学习 一直努力努力的去 不断的尝试的去学习 然后到最后呢 你才可以变到很成功的 他因为呢 学习呢 他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他不会跟你有一个停止的界限的 他不会 他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的 他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人呢 会一直创造新的东西 会一直出现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一直学习 一直学习的哈 所以呢 最重要的记住哈 学无止境 学习呢 是没有尽头的 只有要不断努力才会成功哈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哈 看完这个小节啊 我们就知道了哈 学无止境 学习没有尽头的哈 要继续努力哈 大家 ok 现在我们现在来学习 我们这个新词汇哈 ok 第一个新词汇呢 是聪明 聪明 聪明 聪明的意思呢 就是讲他在某方面很厉害哈 ok 聪明的意思就是他在某方面很厉害 ok 单单一个聪呢 是听觉的意思 聪明呢 就是代表你听觉很厉害 ok 你的脑很厉害 就是你可以学习 你会很多很多的东西哈 ok 所以呢聪明是指在某方面很厉害很聪明哈 ok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问题 问题呢 就是你不会的东西哈 ok 比如说老师这个怎么做 ok 这个呢就是问题来的哈 ok 一个问号 就是你不明白不会的东西 就叫问题哈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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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是教导 教导 教导 教导呢 就是老师每次平时在上课的时候教你的东西 对不对 教导呢就是老师平时在上课教你东西哈 ok 教导 教教教会你 ok 领导你怎样去怎样去学习哈 ok 教导就是教 就是教你怎样去怎样去学习哈 ok 教导 然后呢 这个呢 学习 学习 ok 学习呢我们会在哪里学习 我们是在学校学习对不对 ok 所以呢 学习呢 ok 学习呢就是一直学东西 学东西哈 可以学习你的课本的知识 可以学习你的 呃画画 ok 这些是学习哈 就是去学 去学要怎样去做 ok 学习 ok 所以呢下一个呢是厨师 厨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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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师的意思呢 就是 呃煮菜很厉害的人哈 ok 厨师就是煮菜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哈 ok 厨师 厨师就是煮饭很厉害的 然后呢 他会在那个厨房里面哦 炒很多很多很好吃的菜给你吃的 所以呢 这个就叫厨师哈 厨师 另外一个是 努力 努力 努力呢就是哈 你要很用功的去做一件事情哈 比如说努力读书努力读停写 你就一直在读停写 一直在读停写 对吗 所以这是努力哈 小朋友你们读书的时候呢 都要去努力的哈 ok 因为呢 努力呢 才可以使这些知识 才可以让这些知识呢 在我们的脑里面的哈 ok 努力 努力 努力去做某样东西哈 用功用力的去做某样东西哈 ok 努力 努力 现在小朋友 现在我要复习字卡 小朋友请帮我准备好你们的字卡哈 ok 第一个字卡的字呢 是故 故 故事书的故 ok 这个字念故 ok 故 课本里面的故呢 是指故人 对不对 课本里面的故的意思是有 是老朋友的意思哈 但是呢 现在的话呢 ok 故呢有原因 ok 所以呢还有故事书的故 故 故 ok 这个字念故 然后呢 下一个呢 这个字念楼 楼 ok 楼呢 是指很高很高很高很多洞的哈 ok 楼很高很高很多洞的哈 楼很高很高很多洞的这叫楼 楼 楼房的楼 ok 楼 这个字念楼哈 楼 ok 还有什么 这个字呢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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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是指一种气体来的哈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什么形状的 它可以有圆 它可以有圆形 桌圆形 星星星什么的 ok的哈 因为呢 这个楼呢 它是没有固定的形状的哈 ok 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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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马来西亚呢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方哈 ok 所以呢 它会分布很多很多的楼 ok 比如说我们呢 我们就在这个柔佛楼 柔佛楼 楼 ok 我们在这个柔佛楼哈 ok 我们把肚子是一个线来的哈 我们是在这个柔佛楼哈 ok 所以然后这个字念楼 楼 楼 楼呢 是用来区分那个地名的哈 所以呢 这个是楼哈 楼 ok 然后呢 来到这个 这个呢 是唯 唯 唯 唯呢 就是讲说只有 唯就是只有 你看这个人 他是只有一个手 对不啊 就有一双手对不对 只有 只有 ok 唯是只有的意思哈 唯一 唯 唯 ok 唯 所以呢 小朋友我们今天就复习到这里哈 你们要记得 要把你们字卡的字读熟来哈 所以呢 小朋友拜拜